今天是5月25日 星期五 即是很快的市便到月底 下星期一回來 已經是28日期指轉倉高峰日 29日期指結算日 到星期三是場外衍生工具結算日 完結後兩日公眾假期 即是下星期只有三個交易點 原則上是期指相關的轉倉和結算活動 會主導整個大局 由於今個月市場由1日高位25254 到今日暫時的低位23124 已經跌了2130點 幅度已經足夠 只不過外圍市況不明 加上更多不明因素仍然在市場上擾讓 不排除有128或238點反覆 跟隨而來都不頂 有一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記得嗎 6月1日當日是一個上升列口 這個上升列口在6月1日介乎 23,089點 到23,539點 450點的上升列口 一路沿空在等補 這些上升列口 今天不補、明天不補 始終會補 那就留待歷史來解決 但6月1日至9月底才補 中間的殺傷力大得很厲害 因為市場先升上去 然後才慢慢慢慢回落 當指數要補回6月1日為流 上升列口 意味著中間升落這些時間 其實有不少貨被捆綁了 至於走勢也不用多說 7月7日的高位26,782點 以及8月31日的高位25,847點 技術上來說是一浪低一浪的形態 而更甚的是9月份的市場 因為9月份的市場 本來是在月初下跌下來 上旬先跌 中段回穩 下旬未有機會回升 其實這個看法很正常 但問題是9月份發生甚麼事 大家應該想想 外圍、美股 道瓊斯指數由9月3日的高位 29,199點 跌至9月24日暫時的低位26,537點 三星期多跌的時間 跌了多少?2662點 美股急跌2662點 港股有甚麼可能獨善其身呢? 是沒辦法的 所以第一 9月初旬先跌下來 然後中旬曾經反彈到 上去24,800左右水平 但踏入下旬 美股急跌 所以港股亦無奈 受壓 今次而一直跌 跌破8月的低位24,167點 現在的防守性支持在哪裏? 沒錯 就是這裏 這是5月25的低位 22,519點 上面形成下降形態 下面拉過來是一個防守性的支持 技術上的走勢已經看到了 當然不知今個月剩下三個交易天 市不會太快觸及這個22519 因為今個月已跌至2130點 是差不多了 但10月初旬的事就難測了 因為10月份還有美國總統大選 特朗普會有甚麼部署 你和我都不知道 而最重要的是 近期見到 除了道徑斯指數下跌之外 納斯達克指數亦由12,074點 輾轉跌至11,000點 技術上亦屬於中期升後的明顯調整 在道指和納斯大幅下調之下 廣估這一分鐘很難獨善其身 形態上短期是有一個下限的趨勢 下面是一個防守性的支持 已經退守到22,519 如果從一個季度的圖來看 這是一個下降三角形態 第一個高位 第二個高位 第三個高位 一直下降 正方就真的不太好 何時要擺脫這個困局 要抵抵一件事 就是十天線 十天線大概在24,090點 撞進水平 指數一日未能夠回到十天線路上 反覆逐沉底形態 始終沒有法治改變 期間就算市有少少反彈 即是叫做回升 只不過是有波幅沒有升幅 有反彈沒有大升 技術上的後抽 這一分鐘做好風險管理 盡量持有多些現金 我覺得是最好的